这个场景应该这几天在新闻上都见过了 就是中国南部地区 致灾性暴雨所引发的洪水灾情 只不过我们今天要讲的并不是灾情本身 而是竟然有灾民指控 他们地方政府的救灾工作 根本形同摆拍作秀 那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 让灾民这么火大呢 这位来自重灾区福建省五平县的民众 就特地拍片跟大家分享 他的家园已经被大雨摧残到 快要认不出来了 即便洪水现在刚刚退去 但街道房屋都还是狼狈不堪 但令人更难以置信的是 中国官媒央视前来报导的时候 当地的救难团队就很勤奋的全部动员起来 甚至已经达到暂时状态等级的救灾了 但没想到一到隔天 央视记者走人之后 救难人员却突然态度180度大转弯 干脆全部停止搜救 结果我们在这支影片中就能清楚的听见 这位长进人标骂一连串的粗口 说政府这样对待百姓实在是太过分了 好那当然我们也知道 并不是每一个灾区都出现百拍的情况 一定有不少搜救人员无时无刻 吩咐第一线抢救 不过更令人疑惑的是 有中国的网友在6月21号 也就是今天打开微博一查 却是发现 这个五平线的官方通报 怎么还停留在四人死亡而已 这不是好几天前的数据吗 而当地人觉得 在历经山崩土石流之后 上万人数肯定也不仅于此吧 好再来我们转化了心情来看一下画面 就会知道 这一回要讲的就是麦当劳 不知道大家去麦当劳都点些什么餐点 究竟是大麦克吉士牛肉堡 还是薯条配可乐呢 不过要提醒一下各位素食爱好者们 现在去南韩旅游的话 你会赫然发现 那里的麦当劳竟然没有薯条了 好这个消息一出真的是吓坏很多人 大家听到第一个反应就是 那这样我买汉堡要配什么呢 但不幸中的大幸是 薯条短缺的问题只是暂时性的 绝对不会永远停卖 我们可以看到南韩麦当劳就在IG上公告 说是因为薯条供应链发生意想不到的问题 而在这样的窘境下 套餐也跟着停卖 但要是单点汉堡 就会附上中杯的饮料作为补偿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南韩第一次出现 所谓的薯条危机了 早在2021年的8月 以及2022年的2月 就曾因为国际疫情物流大乱 害南韩的麦当劳薯条停售三个礼拜 不过有相关的业者就向媒体透露 这次的问题恐怕还跟食安有关 因为从美国进口的冷冻马铃薯 一次被南韩验出未达标准 所以才造成薯条供应链瓶颈 不过对于这个实际的问题 到底是出在哪里 相关的业者都没有具体说明 好 最后我们将镜头转到美国 来聊一聊一个骇人听闻的谋杀事件 在奥勒冈州有一名36岁的女性护理师 竟然从医院的点滴中窃取止痛药 这是因为止痛药里头含有分泰尼的成分 但是更惊人的发展还在后头 想想看如果这个点滴里头的液体都被偷走了 那要拿什么东西以假换针呢 而这名护理师他想出的奇招 就是拿自来水来掉包 那么可想而知 给病患注射自来水到体内 绝对是会闹出人命的 果不其然 被这名护理师照料的ICU病患之中 就有一大票人发生细菌感染 最后甚至夺走了16条人命 结果在被揭发之后 涉案的护理师已经在这个月被警方逮捕 还被起诉40多项伤害罪和吊销执照 不过由于受害的病患都是住在家户病房 本来身体就很脆弱 但是按照当地的法律 是没有办法提出杀人指控的 但即便只有被告刑事罪名 证明护理师目前还是一概否认所有的罪行 以上就是这节的国际推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